写字楼终于租出去了 王蕊站在阳台上 看向对面只有一阶之隔的楼层 新搬来的公司是一家蜡像工作室 作为一名惊悚作家 在看到蜡像时 他立刻想到了许多 关于蜡像馆的恐怖故事 为了让自己有更好的创作灵感 他买了台望远镜 开始关注起工作室的情况 一天晚上 他看见有个人站在窗前打电话 不一会儿 就有一批人抬进了一个大纸箱 他们把纸箱搁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 透过望远镜 他看见那人等其他人走后 划开了纸箱 从里面爆出一具蜡像 从蜡像飘逸的长发和纤细的背影来看 王蕊断定那是一尊美女蜡像 此后 他每晚都会看见 那人走到美女蜡像前 端详很久 然后紧紧拥抱住他 王蕊想 那蜡像一定是仿造男人 所爱之人制成 否则一个正常的男人 怎么会迷恋一具蜡像 随着写作的推进 王蕊越来越想 亲手触摸那些蜡像 以便激发更多的灵感 于是 在某天下午 他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工作室的门口 工作室的老板 徐金接待了他 一番自我介绍后 王蕊坦言道 徐总 我不是客户 今天来拜访 是有一事相求 他从包里拿出一打钞票 今晚请让我在这里过一夜 费尽口舌 他终于被允许留下来 嗯 那个房间 我可以去吗 他指了指紧锁的一个房门问 那个房间 正是放纸 美女蜡像的房间 徐金皱起眉头 哦 不行 那里面是我的蜡像收藏品 除我以外 不许任何人进去 王蕊耸耸肩 只能听从 下班后 写字楼逐渐安静下来 王蕊把工作室的每个角落 都看了个遍 渐渐地有了困意 为了让自己打起精神 他开始构思小说 想着想着 忽然想到 徐金每晚探望的蜡像 心里便开始痒痒 他走到紧锁的门前 发现门锁并不复杂 便回家取来螺丝刀 撬开了内门 房间里面 只有一个大纸箱 和一具蜡像 他慢慢走进蜡像 被眼前的角色美女震惊 怪不得徐金会异常喜欢 王蜡用指尖 碰了碰蜡像 发现他的皮肤质感 近乎真人 他抚摸蜡像的脸 手一路滑下 就这样 一直碰到了他的手链 忽然 手链断开了 他一不小心 指甲划过蜡像的手背 上面一整块蜡像 瞬间脱落下来 里面露出了一层皮 他好奇地用指尖 再滑了滑 那皮竟裂开了口子 露出了鲜红的血肉 他触电般地弹跳开 一声尖叫 吓得退到了墙角 这时发现 自己正站在大纸箱旁边 他朝纸箱里一望 又尖叫起来 因为那纸箱里 居然放着一口棺材 王蜡全身发冷 四肢僵硬 好一会儿 他才控制住 不听使唤的身子 飞快逃回了家 他躲进被窝 冷静下来 不由嘲笑自己 是不是最近写作太累 养花了 为了探明真相 他抑制住心中的恐惧 又回到了工作室 再次走进 那阴森的小房间 他用准备好的镊子 将那像手背上的 一块皮夹起来 放进透明塑料袋 再将落下的整块蜡 重新贴回蜡香的手背 为他带好手链 让他看起来和原状 没有太大区别 接着 他锁上房门 飞速地跑回家 一头栽倒在沙发上 呼了一口气 第二天 王蜡约见了好友 田警官 将装有人皮的塑料袋 交给他 并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除了化验一下 这是不是真的人皮 还要调查一下 那家工作室 我觉得徐金 很有问题 田警官拍拍胸脯的 行 包在我身上 等消息的这几天 王蜡 依旧观察着 写字楼的情况 那里和平常 没什么两样 可就在第四天晚上 徐金 在蜡香前 愣住了 通过望远镜 王蜡 看见他从地上 捡起了什么东西 再从他 惊悦的表情判断 他一定是发现的异样 完了 王蜡心里一紧 立刻又打电话 给田警官 我刚好也要打电话给你 调查出来了 工作室 是徐金和他弟弟 徐唐 合伙开的 两人都是蜡香艺术师 和雕塑家 徐金精通蜡香 在原蜡香工艺基础上 独创了高分子 硅胶蜡香技术 使蜡香能达到 宜甲乱针的地步 还得过很多奖 两人口碑都很好 没什么不良的社会记录 哦 那化验结果呢 王蜡松了口气 问道 嗯 这个还需要等一等 等待的日子里 王蜡做什么事 都心不在焉 好在有个读者见面会 要召开 让他暂时转移了注意力 见面会这一天 很多读者 都来要他的签名 有一位男性读者 在见面会结束后 找到他 您好 我是陈兴 是您的忠实粉丝 可否为我签一个名 王蜡答应了 签名时 陈兴又说 哼 其实我是一家杂志社的主编 找您签名 是想约您吃饭 谈谈合作的事情 可否赏脸 王蜡犹豫了一下 没有答应 只是给了他自己的微信号 说以后再约 这天下午回家 他下车后 总感觉 有人跟踪他 可每次回头 后面却空无一人 他疑心 是自己产生了幻觉 迈开脚 向前又走了几步 这时 他身后发出一声巨响 什么东西 从上面掉了下来 他回头一看 几倍一阵冰凉 落在地上的 是一根一米长的钢管 他抬头 大骂了几声 旁边是一座建筑工地 此时工人 已经下班 他想象不出 一根钢管 怎么会落在围墙外 回家后 他和陈兴家为好友 聊得很投机 很快忘记了 刚才险遭厄运 两天后 他答应和他共进晚餐 像所有女人一样 王蕊约会前 去了一趟美发店 想让憔悴的自己 看起来精神一点 这一天 美发店的人很少 他躺下洗头时 几乎要睡着了 忽然耳边 传来一阵撞击声 他睁开眼 发现洗发区 只有他一个人 洗发妹也不在了 他抬起湿灵灵的头 下意识地朝洗头盆看去 只见一根冒着火花的电线 支在盆盐上 差一点就掉入盆中 王蕊惊出一头冷汗 他联想到两天前 差点被钢管砸死 心里顿时明白 这一切都不是意外 王蕊决定先赴约 再回头打电话给田警官 调查一下 是什么人想害他 不过他心里 已经有了个答案 那就是徐金 徐金在发现 他动过美女蜡香后 就偷偷地 把他转移了地方 转移那天 有个男人 和他在工作室 大吵了一架 等王蕊 看见这一幕时 那个大纸箱 一随男人 搬到了写字楼下 此后 徐金便消失了几天 而这几天 正是他被人袭击的 时间 和陈欣的约会 让王蕊 心情平静下来 饭后 王蕊坐陈欣的车 回家 路上 王蕊的手机 响了起来 看到来电是田警官 他立刻 甭紧了脸 化验结果出来了 那百分之百 是人皮 通过DNA检验 查出是一位 失踪女性的 王蕊 这次你发现了个大案子 我已经汇报上级了 现在就去抓徐金 啊 太好了 王蕊激动地叫起来 突然一个急刹车 他的头重重地撞在前面 手机也从手里 飞了出去 怎么了 他惊恐地问 陈欣笑道 哼 目的地到了 该下车了 王蕊抬头一看 刚才只顾说话 现在 已不知道到哪里了 他想赶紧下车 却被陈欣 用手帕捂住了口鼻 一股刺激的味道 让他喘不上起来 很快 就晕了过去 当他醒来时 发现自己 被绑在板凳上 身处 一个密封的小房间里 房中不止简陋 只有一口棺材 和一些零散的化工工具 空气中 散发着一股 浓烈的油漆味 陈欣 戴着防毒面具 和特纸手套 正在一个大桶前 调制什么液体 王蕊 无力地问道 你 你要干什么 陈欣从面具里 发出低沉的声音 哼 我想要你 成为睡美人 和真真一样 真真是谁 就是被你 弄破了手背的蜡翔 王蕊 倒吸一口气 不等他再问 陈欣又说道 当我哥 说蜡翔被人动过后 我就知道 这次逃不掉了 除非在你报警之前 干掉你 可惜两次 都被你侥幸逃掉了 他提着筒 走到棺材旁 用刷子 开始涂刷棺材 如果没有刚才的约会 我肯定已经除掉你了 可和你聊天后 我发现你很多地方 都像真真 所以一转念 把你带到了这里 这样 你就可以和真真一样 成为永久的美人 王蕊 明白了 原来眼前这人 就是徐金的弟弟 徐唐 是他杀害了 那个叫真真的女人 等我涂好这些本物质 你就可以睡进棺材了 你不会有什么疼痛的感觉 只是睡过去 再搁置一段时间 就会成为美丽的蜡像 这个方法 是我无意间发现的 如果真真没有死 也不会成为我第一个实验者 但没想到 效果真的太好了 我竟将他 永远留在了身边 王蕊 蕊动嘴唇 费劲地问道 真真 是被你杀死 在制成蜡像的 徐唐沉默了一下 哼 是的 但我不是有意要杀死他的 那天 我发现他有其他男人 和他争吵了几句 没想要推他 可他从楼上滚了下去 说着 他竟抽烟起来 然后果断地抱起 浑身贪软的黄蕊 将他放进了棺材 徐唐俯身 抚摸他的脸颊 哼 对了 我要告诉你 我真的是你的忠实读者 在小说里 你设计了那么多杀人手法 唯独没有写过 这种在棺材里杀人 还能成蜡像的方法 现在由我来教你吧 说完 他关上棺材 钉死了门 把一根管子 插入棺材下方的小孔 用机器 抽干了棺材里的空气 王蕊 顿时觉得眼前一黑 整个世界 都安静了 王蕊再度醒来时 已经躺在医院里 田警官 正在床边看着他 他的第一句话 就是问 我 我错过了什么剧情 田警官说 我们抓到了徐金 是他告诉我们 你有危险 让我们去找你的 其实 他是个好人 只不过 是想隐瞒 弟弟的罪行 如果他要隐瞒 为什么还留着蜡像 徐唐将尸体 制成蜡像 是因为他爱他 想将他 永远留存于世上 而徐金 留着蜡像 也是因为爱他 等等 你是说 这两兄弟 都爱着一个女人 但徐唐 并不知道 女人的外遇对象 就是徐金 田警官 点点头 嗯 从他们的口述来看 是这样的 徐唐以为 徐金把蜡像 保存得那么好 完全是为了他 其实徐金 一直有私心 这时 几个警察 走了进来 田警官站起来问 咦 你们怎么来了 走在前面的警察说道 听说徐金和徐唐 落在了你手上 我们来协助调查 哼 他们都承认罪行了 还需要调查什么 一位女警察说道 自从吴珍珍失踪后 我们就一直在跟踪 这个案子 现在发现了 他的遗书 我们怀疑 他不是被徐唐杀死的 而是自杀 啊 王蕊 惊得差点 从床上掉下来 女警察 接着解释道 我们发现失踪案 和徐家兄弟有关 但因为没有证据 只能暗中调查 这时 田警官接了一个电话 然后欣喜地 对女警官说 哼 你们的怀疑是对的 蜡像的解剖结果出来了 在死者体内 发现了毒素 证明他是中毒死亡 在场的人 都发出唏嘘声 事情果然是这样 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不久 王蕊 就把这个故事 写进了小说 他不知道 警察最后 有没有告诉兄弟 两真相 其实不告诉为好 因为这样 他们就不用去猜 心爱的女人 为什么会选择自杀 再后来 王蕊搬了家 再站在阳台上时 他眼前 全是书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